我们的接种冠病疫苗计划进展稳健 截至昨天,我们共注射了110万剂疫苗 约80万人已经接种了首剂疫苗 当中大约31万人已经完成了两剂疫苗 年长者接种疫苗也取得良好的进展 超过半数年满60岁的年长者已经接种了疫苗 或者已经预约要接种了 我们鼓励那些还没有接种的年长者尽快预约 如果需要有人帮忙上网预约的年长者 可以到全国任何一间民众联络所或者是民众俱乐部 那里的工作人员和义工可以帮忙大家来预约 目前我们有31所接种中心投入运作 另外也有20间综合诊疗所 以及22间私人诊疗所提供接种疫苗服务 大概到了4月中 接种中心将增加到40所 这次的接种行动动员了全国上下 包括公共和私人医疗单位 以及政府机构如人民协会等 紧密的合作一同努力的来执行 初期开始运作时或许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问题 可能为一些居民带来不便 对此我们深感抱歉 还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也要在这里感谢所有与我们合作 推动这个全国行动的伙伴 我们上个星期平均每天注射的疫苗达到大约4万剂 包括部分人的第二剂疫苗 如果疫苗供应继续如期地运抵我国 我们到了今年第三剂 会有足够的疫苗 为所有的国人和长期居民来接种 并且渴望在今年底之前完成接种的行动 优先接种群体目前的接种进展顺利 我们因此准备开始为更年轻的群体 那些年龄介于45岁到59岁的人来提供接种 我们邀请这个年龄层有意接种的群众 从今年开始可以上网登记 到时我们会陆续地发出短信 让你能够预约接种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继续支持我们的接种行动 疫苗的供应是关键因素 我们会继续密切地留意疫苗的供应 但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全球的供应继续吃紧 供应链也会时不时受到影响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接种的进度 我鼓励所有合格的人 在轮到你们的时候尽早去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的国人 免受冠病病毒的感染 随着我们逐步让更多人有机会接种疫苗 跨部门工作小组也探讨了 如何让已经接种的人 可以参加更多的活动 举个例子 从4月24号开始 更大型的活动将允许进行 比如在指定的场所所进行的现场演出 人数顶限会从目前的250人上调到750人 但前提是出席者必须在活动前进行冠病检测 而那些在活动举办前已经完成所需 接种量至少两个星期的人 可以不用接受活动前的检测 就算我们继续进一步地开放我们的社区 大家遵守相关的安全管理措施 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也因如此 随着越来越多人接种疫苗 我们可以期待接着下来 可以进一步地开放 所以大家这段期间 还是要继续对抗疫情 保持警惕 也要负起社会责任 让我们大家继续一同努力 保障彼此的安全 谢谢 谢谢